好那我就从这个创新方面 我觉得应该 鸾哥啊应该接受一下 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的想法 人家是个捧个人演员 怎么创新 鸾哥在我们演的新节目里边 发挥也都很好啊 你那意思只有一个 爱创新的痘痘 才能带动鸾哥是吧呢 就是鸾哥没有这个问题 这我有什么作品 鸾哥都能配合 先不要打断张浩伦同志的胡说 好 我提的意见就是 鸾哥需要接受新鲜事物 新鲜作品 在剧场当中 也鞭策大家多多的创新 那个师傅我还想有商演呢 我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 那不对 这是两回事 安排你演出是公司的问题 对 并不是罗云平一己之见 这话太对了 所以我就问一下 为什么啊 这个罗云平没怎么安排张赫伦 他的演出节目过于新 反正 希望张赫伦在后年的商演节目 这种表现的好一些 这也没说出什么 你们这都对他没意见是吗 来吧 稍等 你来吧 你给来点狠的 不是你 咱也说你负责德云社副总这个位置 你是负责什么类型的副总 德云社有好多部门呢 您算哪个部门副总 小麦部 我觉得他这副总有几点做的不好 说来听听 第一啊 就说这个演出人找咱来了 比如说这一个活找人云鹏了 这架儿没谈拢 往下还能发呢 咱们别让这活跑了 那我说两句 好吧 比如说找到了烧饼 不提件笼不笼 绝对不能拿差的去顶 硬格这钱单不挣了 不能倒德云社牌子 还有 对这个业绩问题 你全面了解吗 咱们德云社去年 一共演了多少张演出 这个商演有多少 小剧场有多少 每个队每个月的业绩是多少 你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 你怎么知道我各个小剧场处置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各个队的票盘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上次就这么说呀 你经过调查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 来吧 踢吧 这谁还敢踢呀 就提出这一个好家伙 罗哥劈头盖脸 我觉得应该表扬烧饼 对 他敢说敢问 这回事 叫这劲 对 挺好 那个 袁胖 你跟 罗元平是边上边下成长起来的 是的 不管是年龄 资历 方方面面 你肯定比其他人看的更远一些 另外他们岁数小 有的话可能不敢说的那么透彻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对罗元平 说实话我跟鸾副总在一起 确实是时间是最长的 我们差不多十几年 我印象特别深 我有一个包份 我这个包份使完之后下来 小鸾跟我说 哇 这个包份真好 这句话我记一辈子 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 在我心里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造语比较高的人 他下来夸了我这句之后 我那会觉得我特别好 我觉得我的包份还挺能入他眼的 我觉得我挺好的 当时都哭了 但是 类似这样的 这个夸人 表扬人 他不会 他话里带刺的时候太多了 他有的时候 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 他有的时候 那个刺扎完之后 有可能人家疼好几天 他自己一点感觉没有 他 卢副总 你还希望在你这个身份上提一格吗 大家要评选呢 我也有必要提一提了 对啊 我说一说我的优点 好 最主要的一点呢是我有工作经验 也许会比大家管理的呢更好一些 如果要大家呢管理我呢 我也不太服气 我的话说完了 好 卢云平 副总 跳槽到德云社 长时间不演出 放假他 结果扣的一分钱都没有 漂亮 这我都说好 这我都说好 这行这行 咱甭关可乐不可乐 解气 是挺过瘾的 太解气了 但你的词说话组织的一般 你再想想有没有更狠的 就看有没有开 我得来这 有没有开除什么的那种 我这是副总 鞭炮 天花板 喝酒 很期待 说有一天 这个鞭云平 鞭云平 是咱们这的副总 对 然后赶上师傅过生日 喝了点酒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庆祝活动 就是他去呢 去点鞭炮去 点着鞭炮呢 就把他就崩到天花板上了 你看看你怎么编 你给他编也好吃了 咱就兜这死账 假设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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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比就是这个场景 我们现在都是老头 就在这聊天 都在了 都在了 在了啊 文社 我好的人物 德云副总啊 副总 那是德云社的天花板 最nn aksn 2020年9月6号 7月9号 Ben 少区一 这么多师兄弟 就是说如果真是咱们到老了那天 真正让你能马上回忆起来的一个人 可能就是阮玉平 你戏琢磨 我恨到那会 在那比啥楼开心 我就在这了 刚才阮哥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那现在四个人了 然后还缺一个名额 然后给我打他问我去不去 结果 我给拒绝了 我不能 是你拒绝的吗 哎 阮哥 这五个人了 你看谁还能把他画过来 那可以啊 哎 张好阮 哎 阮哥 我们现在还那个四个人 还有一个卡 你要愿意和我们一组 就和我们一块 我们随时欢迎啊 哦 行 哦 谁来我们都欢迎啊 嗯 好了 拜拜 你有点就是叫他两只船 我拒绝了 我给他 是拒绝了 还是没赶上人这个车 现在就发发微信 拒绝了 我拒绝你 收拒绝你 好 直接打电话去吗 吕晕吧 你就直接翻语 好不好 我狠给他删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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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现在加回来 啊哈哈 这包还不错 对对对 这好 小轮啊 小轮啊 不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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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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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撤回撤回我撤回 那你进步了 短哥 这个你那四人团队我不去了 我我在这个团队特别好 啊 行了 棍多聊了挂了 这是微信 你帮你 微信我看过去了 来吧 哎呀 哈哈哈 啊 好 又来 一位 哎 好 哎 杨小狼 你要跟人聊点片吧 诚哥 那不参加了 如果我想快到的时候 您往我面前 您跟我上那个 准备 第五 好 看我了 看我了 李先生 一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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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了 还有三十秒 挺住 杨小狼 给他们挑螺 挑螺 螺呢 什么裙呢 螺水怎么找不着呢 来 随便拿一挑 这太小了 师傅到 师傅 师傅 您来了 看那边是不是热闹了 最后十秒 准备 准备最后十秒 再继续再跳 别听球 接着跳 对 你的那个那个什么 is ok is ok is ok 这个下面这个师傅 哎 这个师傅捡两句话啊 不用不用不听 这会儿不听 一会儿再讲 这样跳 跳 is ok 不听不听 巴巴 到了 巴巴巴巴巴巴巴 k k 到点了 这个人不会有 哎 到点了 要到点了啊 行了行了 行了 如果你是 你是经纪人 你看我们就剩下这九个人 你觉得我们各自适合代言什么样的产品 我觉得您适合代理代言鲜料 哈哈 那你一定要说清楚代言什么鲜料 就是鲜料 就是鲜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吧 行行行 行 可以 轮哥呢 哎 想好了说啊 他没活 哈哈哈哈 哎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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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弟 录完了我让你为活 哈哈哈哈 不知道呢 阳干不阳干 阳干我会阳干 哈哈哈哈 行你慢点 别别别 待会我回来背你呢 啊 别 哈哈哈 行厉害 健身有好处 嗯 师傅 那你要不说我侯还好 我能穿点气 好好好 你搞错 我还以为 你勒僵手 我还以为他还能哭着点力 我跑不快 师傅 哎 来背这儿来 背这儿来 哎 往过来背 你看你看起哄的来了吧 哎嘞 我还说我背去呢 来来来 阳玉鸣 哈哈哈 你行了 我要透明了 行了 下来背 下来 到了没有 到了 没事没事 在哪儿了 那边 又在那儿 咱咱走过去 走 呸呸呸呸呸 可以 可以了 背到点 可以了 背到这儿了 走 我 我行吗 走走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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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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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他坏了吗 还有比他坏了吗 还没到 好看来到了 老远平 没有意义快上 要开始了 秦小贤已经按耐不住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就问一下是 秦小贤没相中我是不是 是是是 就别问了 三更回去吧 是的 行呗 秦小贤 你别毁在我手里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已经乐乐到合不动腿了 对 你可记住了 这回你没选中我啊 下回你要落我手里头再说 他不是选不中你 他是没看上你 我记住了 好好好 秦小贤啊 孩子 你这人缘算围起来了 从此你就是一哥了 那是 哎呦 现在有点上头啊 哎 既然秦小贤有金手指 让他自己说单口吧 让他自己说单口吧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哎 鹏 老连平 你 你是总队长吧 秦小贤是 哈哈 哈哈 秦小贤就是德意义班主了 哦 别别别 呦 呦 我就好 我危险了啊 危险了啊 他们这么嚣张 你还不跟他们来两句 快 上 没事 你说我不怕你们 老连平 哈哈哈哈 大声海 来 给他们上课 说 你们就瞧好吧 你们就 他也豁出去了 在哪呢 我过去找你去 秦总 我走了 别来呀 我们救不了他了 这次可惹的祸多少汤 要我拆着你吗 直面人生吧 我觉得 这无所谓 人生谁不挨打呀 秦总要不作没事 不是你们票子的吗 秦老师 我在这 不用叫 不用叫罗云屏 叫小鸾就行 叫小鸾就行 不是 这是怎么意思 不是 我没想到我混的 还没有相不中我的了 站这儿 什么站那儿 我要让我站这儿好 我站哪儿 站这儿就行 好好好 怎么着 您又省指示 你该上课给人上课没事 我就说你多玩一两圈 谁呀 你 我多 我可以 您说这儿 体验一下吗 没问题您说什么是什么 就是我去 我去 就是不是 我就想再多玩两圈 你想多玩两圈 对对对 行行行好 我能明白那意思 我也体验一下 组队长的感情 他就想多玩两回你 但是如果要是我还要在上面的话 那我就自己再跳下去了 行 我还不论跟你了 不是 我 我回去了啊 你走吧 行行行 蓝队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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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下去吧 好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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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一顿 这个罗云平也有落到 秦肖贤的手里头 不能不能不能 这样 好 这不能这样 你把总队长弄得个怨妇似的 你看看 四七列废了 也怪可怜的 作为作福这么些年 被一个新人啊 就这么凌辱 我 秦老师 我还是第一个是吧 好嘞 好嘞 您胜面 你看这个作死了样 上你一趟 让人教训完了 太子就不一样了 这以后饼哥都得听人 听人家话都得 这你让我 让我回七队怎么管的 这 咱跟人看一眼 你都回不去 七队归人家了 以后我就进七队了 一队队长进七队了 你看奖励不奖励